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真正摧毁一个人的压力往往不是太忙,而是太闲 你一定有听过过劳词 但你一定没有听过闲到挂这个问题 但其实呢,真的可以把一个就是心里很强健的人打倒的问题 往往不是因为让他很忙,或者是让他被重用 而是让他不被需要,让他闲得发慌 让他昨天,现在跟未来完全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期待 那才是最可怕的事 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个主题 第一点就是呢,比起工作超级忙碌 熬夜加班,失业没工作 然后无限期的待业更可怕 撇除你是自愿离职 或是你就是工作跟工作之间,你本来就有储蓄 你本来就已经规划好一个什么gap year之类的 你就是要充电,你就是要去学一个新的外文 或是练一个新的才艺 撇除刚刚说的这些状况之外 如果你是不幸的遭到资钱 或是你知道大环境状况不是很好 那整个部门被裁撤掉或改组 那你眼看自己如果硬要被留在公司里面 就是会被打入冷宫,任人宰割 你就会被归纳到一些你不想做的工作职位 或是你会被重新的病到别的组去 而那个组别刚好就是一个很闲 然后没事做 然后也不是你的兴趣所在 那在这个状况之前你就会觉得说 完蛋了,就干脆辞职好了 但这个待业期的暗黑呢 真的就是你有待业过超过三个月半年 甚至一年以上的人 你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可怕 因为你就会觉得对未来一片的茫然 没有任何的方向 不知道下一步在哪里 那你的内心呢 就是想说怎么办 就是感觉没有人要你的 你被这个社会给遗弃跟淘汰了 但其实你内心是知道 我如果降低一点标准 我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工作 硬要找的话是一定会有的 但你又不想将就 但你又觉得说 我现在这个年纪有点年资 很像觉得就是要找到一个 由衷喜欢否则 我就占不到一个我想要的位置 而这个心态呢 就会让你怀忧丧志 快乐不起来 那那真的是比起你在工作里面受到重用 然后每天熬夜加班 忙得要死要活 但那个是很充实的 是很有成就感的 那刚刚讲的还不是最惨的状况 如果你是中年失业 那你觉得好不容易在这个公司 你觉得做得很稳定 然后你也做得很开心 是你的擅长的领域 结果有一天突然被cue去办公室 他就告诉你说 我们部门要资遣人 然后你不幸的就是其中一位 或者是整个部门要白白了 然后你刚好也是其中一个成员 那你少了年轻这个优势 你以前年轻的时候 二三十岁的时候 可能找工作相对比较容易 但你到了中年 就真的是你要再进入职场 很有可能你过往的那些经理 如果你无法找到对等的主管职的位置 或是需要你的才华的地方的话 有可能就变成是个负担 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是经理 你是以前是叉叉叉主管 我没办法聘你 你以前薪资这么高 那加上有些人是会 就是眷恋自己的头衔 或者觉得说 我自己的血精力这么好 我才不要就是 然后降一阶 然后去自贬身价 或是减薪换工作 不想要再跟年轻人 去坐在同一个平台上面 去做这种低阶 或是薪水比较低的工作 那自然这个状况 就会让你很难找到工作 在人生的中场 突然被判就是离场 或被判下场 就再也没有办法进入这个游戏 这时候你就真的会压力很大 更不用说 如果此时你是家有老小 要养要照料的话 这连吃喝睡觉都成问题 所以这样的可怕 绝对比起工作很忙碌 那个压力是翻倍的压力 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 真正摧毁一个人的 往往不是太忙 而是太闲 就是二 工作职位上面呢 就是完全没事做 其实也是一种零职 你要做一份 就是可有可无的工作 今天有你跟没有你 在公司还是正常的运作 乍听之下 你会觉得说 诶我这样可以很自在啊 要请假就请假 然后又没责任 事又少 爽爽的领薪水 你有这种心态 或许在前几个月 你可能会觉得说 诶就是天堂啊 就是个爽缺啊 就是可以一路的干到退休 这样子 但我跟你讲 这种无所事事的日子一场 如果你还年轻的话 你连就在这个上班的过程之中 要找个正事来做 那你要去帮别人 人家都在嫌你说 你不用来帮我 我不需要你帮 这样子 你还不谢你的协助 所以在公司可有可无 存在感极低的状况之下 你做任何事情 你就是完全 没有任何的成就感 就是你在这个工作越久 你反而会觉得说 我到底在干什么 你就有一天会突然坐在 那个办公室上面 然后看着外面的窗外 想说 我到底每天在那边 坐八到九个小时 浪费我自己的青春跟生命 我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然就是可以换得一些薪水 但你就觉得说 人活着 这样干嘛 你就会来自 你知道大灾问 这个时候 真的是你会思考到 太过悠哉 太过无聊 太过呆板 太过没有任何 产能的工作职位 真的要你再做个二三十年 你就会突然意识到说 天哪 这是个折磨 这是个地狱 想想就很崩溃 真的比起你在公司里面被重用 然后你有很多工作 大家都要问你意见 然后大家都要请求 你的协助的时候 你反而会觉得 很有成就感 而这就是所谓的 真的是宁愿忙死 也不要闲到死 接下来第三点关于说 真正摧毁一个人的 往往不是太忙 而是太闲 就是三 关系里不再被需要 其实下场也是蛮惨的 有些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他就是单方面喜欢接受别人的付出 只想要被爱着 但是这种看似 你觉得还不错啊 就是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就有人爱 就有人对你 百般的讨好 感觉好处占尽了 又不用付出 丝毫的努力 时间或心理 看起来是个很爽 很轻松的事情 不是吗 但有时候 真的未必是件好事 你有没有发现在关系里面 你今天 你的另一半 如果过度的独立 从来不需要你的安慰 你的关怀 也不需要你任何生活上面 大小式的协助 什么接受也不用啊 然后他也不需要你去 特别的关照他的情绪 或者他的家人什么 他自己都打理得很完美 然后工作 感情 生活 都打理得方方面面 甚至对你 也是百分之百的体贴 看似完美的情人作为 在关系里 只有你需要他 但他却从来不需要你 这个时候 刚开始你会觉得说 就是很轻松 爱得很自在 你要干嘛就干嘛 他也不会管你 也不会跟你吵架 这样子 但你可能要好好去正视一下 他有时候可能并非天生 如此的独立 或是如此的 就是那 完全不需要你的在意 不用你的关怀 你的呼啦呼啦 他也完全不会说一句话 有时候 你遇到这样完美的情人 你反而 因为你不被需要 你反而觉得 这个恋爱对你来说 很像 就是只有你需要他 他不需要你 你就会觉得自己可有可无 你很像 在这个关系里面很没有用 你就是会有这种心态 再来是 有些状况是 他当初其实是有释出一些需求的 他会希望你关怀他 会希望你在意他 会希望你帮他 但你可能就是 当下回绝他的 请求 或是你就是 拒绝帮助他 或拒绝给他关怀 或是他的关注 那这个状况 他可能久了之后 就觉得好吧 那就是我觉得自己 能够扛起一件的责任 他就不需要在关系里面 再去跟你索讨这些东西 久了之后你反而就是说 他好像过着跟单身一样的坚强 那两个人如果不幸分手的时候 痛苦的绝对是你 因为在关系里面 他完全不需要你 但是你需要他 而这也是可能 你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不要觉得说很爽 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那可能最后面受害的 或是你自己 好啦 今天就是以三点来聊聊关系说 真正摧毁一个人的压力 往往不是太忙 而是太闲 希望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还是要介绍一间餐厅 叫做包子商行 是个包子专卖店 地点位于市邻站的美轮街上 营业时间超级长 从早上的六点开到晚上的十点 提供甜咸 还有特殊口味的包子跟馒头 价格蛮亲民的 然后吸引很多的学生 跟上班族会路过抢购 那他融合了一些文创的元素 所以他整个装潢就很有文情味 那他的包子 我觉得他的厚度恰到好处 刚蒸出来那个包身呢 不会软烂 吃起来是很Q弹的 然后是有较劲的 那就在此推荐给你 这件叫做包子商行 那相关的资讯呢 我拍影片 我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 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线动都会发很多 有趣的及时新闻 还有梗图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 好啦 那只有今天的节目内容 你有任何的意见 看法 或是疑难杂症 都欢迎到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来跟我聊聊 好啦 那只有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 我们下集完